我之前给大家说 应届生今天不好找工作 有的人还不相信 网上流行一句话说 00后整顿职场 但是最近又流行一句话 就说00后根本进不了职场 这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确实是现在找工作的现状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 就我们本科当时毕业的时候 找工作的时候 来我们公司宣讲的 都是哪些公司啊 就是比如自己的跳动 百度 腾讯 他们都会来的 华为都会来的 然而现在呢 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我们别说进大厂了 你能进中厂 就算是你运气好了 然后现在我师弟师妹他们 今年说别说中厂了 就能进一个小型的企业 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心满意足了 有的人进的企业 可能还不足50个人 所以我觉得应届生 如果你能找到工作 在这个岗位快速成长 是特别关键的 当然这是我们商场 新座啊 一个人没有 现在这不是商务情绪啊 我们在电梯旁边 看到电梯旁边 看到这么好的位置 居然也是顺库 往这个位置走过来 看也哦 我们这个位置 这么好的地方 现在也是侧电 关键出处 然后在它边上啊 这里来侧电了 这个店铺也在电梯边上 也在侧电当中 再看我们这条是主体 大德这个地方吧 以前是一空能求 现在你看呢 灌电 然后 往前就啊 来个移境道 到这个位置 灌电 那是在大年呢 平常是一个店铺 关键费 搞出费率的20多万 看看 灌电 这边还以为停电呢 然后 这也侧电了 这边也侧电了 这边 也侧电了 也没有人了 像到一半的电梯都侧电了 这边这还是晾着的 在营业办法 老公月工资2000多 该不该辞职呢 最近我和老公 因为辞职的事情 一直在闹矛盾 老公在这家汽车公司 已经待了15年了 公司的社保和公积金 交的都是最高档 最近我想让他辞职 具体的原因就是 这个工资已经负担不了 我们一家三口了 他的工资 从去年开始是一降再降 直接从一万降 到了现在2000多 我们本来以为熬过这几个月 经济和就业会越来越好的 没想到今年竟然比去年还难 今年因为都在流行电车 让油车市场越来越饱和了 大部分的人又在消费降级 也不追求品牌车了 导致他们公司的订单越来越少 去年公司已经裁掉了一部分员工 目前老公的工资 基本上都是靠加班多少来维持 之前所有的奖金和福利都取消了 我记得老公之前 最高工资可以拿到13000 最低都是6000左右 而且工资发放准时 但是今年因为公司效益不行 每个礼拜都在双修 有时候恨不得上一天休三天 每月的工资都在推迟 最近我也在找工作 但是一直都没找到 可以接送孩子的工作 所以我想让老公跳槽 但是老公却担心跳槽风险太大 因为武汉可以缴大工基金的公司特别少 而且还不能保证辞职之后 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我是想让他辞职去和他大哥做装修 或者去我姐夫那里学着开大吊车 总不能一辈子都给别人打工吧 老公听完之后说 不愿意和亲戚之间有牵扯 因为这个事我们已经吵了几天了 不知道你们的老公 是不是也喜欢暗喻现状呢 你们说我该怎么劝他呢 金融降薪只不过是第一强 未来整个国企都不需要 也不会再有所谓的高薪了 根据财政社的消息 其实上周五部分央起的公募 会正式开始推薪 之前拿到特别多工资和奖励的 这些基因经理们 会要求他们把钱再退回来 如果你没签退 也不用特别担心 现场还很贴心的 直接给你安排了退薪贷 不用担心钱还不出来 其实这个事的影响 要比很多人想象的大很多 因为它动的不仅仅是金融行业 它未来会影响到 整个国企的薪酬制度 这个消息你要和另外一个消息 联系在一起看 根据路边社的报道 未来整个国企和事业当位的薪酬制度 会严格根据级别刮钩 奖金的部分 会严格控制在薪酬的30%以内 不会再有什么所谓的 市场竞争原则了 只不过会安排一点点的绩效 稍微体现一下 暗劳分配的原则而已 这里特别是高管 薪酬会大幅度的往下调 这个真的是动到点子上了 是把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征销布 一把扯下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国企来说 他们都是成熟行业 它本身的发展 依靠的是这个平台的规模优势 靠的是国运 个人在里面能起到的作用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 给大家举个例子 前两年不是把一些金经理 捧上全民偶像吗 但现在想想 真的是他的个人能力强吗 19年时候消费涨得好 到底是这些金经理眼光好 还说当时国家在主导消费升级 20年时候医药涨得好 那到底是这个金经理眼光牛 还是说国家当时在砸钱 在力网狂澜 想去解决疫情的问题 那既然本质上 是你蹭到了国运的优势 你个人拿那么多钱 揣到自己兜里 是不是就有些不合适呢 其他行业的国企也是一样 反正石油 全世界那么多石油巨头 没有一家 靠的是某一个人的创新 去快速发展 靠的都是这个企业 它的规模优势 靠的是一个稳定的规章制度 让所有人可以兢兢业业 本本分分把自己的活干好 不出幺蛾子 不出事 那就可以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国企高管凭什么拿那么多钱 这一轮金融行业改革 只不过是让事情回到了正轨 而国企的薪酬改革 已经在路上了 大学老师的工资也开始降薪了 虽然我国经济形势的不好 很多行业都开始降薪裁员 觉得老师也难逃一劫 我们企业降薪 公园降薪 事业单位降薪 公司降薪 现在 我们的大学老师也开始降薪了 一个好朋友的女儿 在大学里任教多年 现在已经是一个教授了 原本呢 每个月的工资是两万左右 一年要有三百多节的课时 这是她的基础工作量 之后呢 就按着课时 加薪 现在改成每年六百节课 一个人将近翻一倍 那么我们的学生翻一倍了吗 招生翻一倍了吗 都没有 所以这大学老师 现在想完成这六百节课是非常困难的 全年下来 基本上没有人能够完成 那等待他们的结果 就是人人都要扣工职 总体下来之后 老师也在降薪 降薪 现在呢 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我们现在的公务员 他们的年总奖 已经都基本减半了 都福利待遇也明显下降 所以如果我们的经济不好 我们人人都要受牵连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截至今年六月三十日 今年前六个月 中国注销和吊销的餐饮企业数量 达到了105.6万家 这一数量已经接近去年全年的总和 整体来看 中国餐饮业呈现出增收不增利的趋势 据天眼查数据显示 今年前六个月 中国新增餐饮企业注册量为134.6万家 同时注销和吊销量达到105.6万家 其中吊销10471家 注销1045678家 根据餐饮老板内餐7月2日的报道 2023年全年 中国吊销和注销的餐饮企业数量为135.9万家 而2024年仅用六个月时间 这一数据就几乎达到了去年全年的水平 从事餐饮二手设备回收的狗哥透露 尽管今年开店的人数仍多于关店的人数 但相比往年 开店数量已大幅减少 狗哥表示 与去年同期相比 餐饮业营收普遍下降 少则15% 多则30%至50%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1月至5月 中国餐饮收入为21634亿元 同比增长8.4% 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为5858亿元 同比增长5.9% 尽管餐饮收入呈现增长 但中国烹饪协会指出 餐饮行业面临增收不增利的问题 主要由于价格战 同质化竞争和成本压力的加剧 在具体城市方面 北京今年1月至5月的餐饮收入为530.7亿元 同比下降2.7% 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1月至5月 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609.34亿元 下降3.1% 早在4月份 北京和上海的住宿和餐饮业收入已经出现双降 至今未能扭转局面 业内人士表示 自2024年中国新年以来 许多餐饮老板就没有真正开心过 胡总在2022年投资450万元 在北京经营一家云南菜餐厅 但至今未能回本 胡总表示 2024年春节后 顾客明显减少 许多去年回老家的年轻人没有回来 同时 桌均消费金额下降30%至40% 五六个人的小包间 以前消费七八百元 十分正常 现在常常只有三四百元 三台的情况更加明显 甚至有两个人只点一个菜的情况出现 胡总说 我们有一道经典菜叫黑三舵 两个人来了点一个黑三舵 两碗米饭 五十块钱就解决了 这在去年是绝对不可能的 面对市场竞争 餐饮企业纷纷下调价格 以吸引顾客 财新网报道 中国餐饮连锁品牌 和辅捞面的主流价格 在16元至29元之间 整体下调了约30% 另一家连锁中餐品牌 九毛九旗下的怂火锅 在五月宣布价格下调 集团旗下的泰二酸菜鱼 也在团购平台 推出了双人九折套餐等 火锅连锁店 海底捞2023年 人均消费下降至99.1元 减少了5.8元 其子品牌小孩火锅 走亲民路线 人均消费在50元至60元之间 甚至推出了39.8元的 工作日午餐套餐 瞎补瞎补 2023年 人均消费下降至62.2元 其中高端火锅品牌 凑凑的人均消费 也下降至142.3元 同比减少8.6% 一位长期经营商场餐饮的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消费下滑 商场餐饮各个品类的平均价格持续下降 他指出 购物中心的正餐价格需要在50元至60元之间 而以前 人均100多元是常态 但现在显得太贵了 该业内人士表示 如今在存量市场有限的情况下 快餐主要集中在25元至35元之间 25元是一个重要的价格线 然而 快餐正餐化 正餐快餐化 快餐呈现小分菜化的特点 逐渐对正餐消费产生杀伤力 瞎不瞎不创始人何光琪 在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也表示 现在市场上50元左右的产品竞争越来越激烈 市场的消费分得越来越细 一部分是十几元 20元的消费 一部分是50元以内 还有六七十元 一百元的消费 以前不会分得这么细 2024年 餐饮业的价格战持续进行 中国烹饪协会 甚至呼吁行业停止价格战 有网友表示 普通老百姓收入减少 中高收入人群占比小 消费欲望降低 服务行业趋于饱和 国内经济各行业面临困境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们的话 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 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